第574集 红的一声 这尊神明仿佛可以开天辟地 一只手大手探处 神城皆被覆盖 再也望不到星空 天与抖动将要崩裂 江太虚 你即便突破了又如何 寿原干枯肉身亏空拿什么与我斗 出力在天地间的神明开口 巨大的声音 如雷霆将士许多宫殿 直接崩塌了 古城中几乎所有人都耳鸣 遥遥欲倒 许多人被震得口吐鲜血 万叶君王如此强大 作为他的敌手 真的会感觉绝望 这如何去战胜呢 大手横空 名副其实的只手遮天 一瞬间 一股压抑的气息 充斥在每一寸空间 所有人都心惊胆颤 哄的一声 神明大手无边 将绝代神王攥在了里面 这个场景 终于被下方的人捕捉到了 神王宗祖 老祖宗 将军的人焦急大呼 全都目次欲裂 神王纵然天纵无敌 可是毕竟刚俯升 与绝世君王大战 先天就已经败了 此刻 万叶君王展出这样惊世的异象 谁仍可扛 纵然神王无恙 都不见得稳妥地接下来 双子王纵横天下 举世无双 将太虚 我送你上路 这宗可怕的神明声音如海啸 接连天地 像是从九天之上浩荡而来 大道天音响起 像是从远古滑破时空而来 庞大的神明指端璀璨夺目 像是有无尽的烈火在燃烧 他想将神王活迹 永远地从世间抹除 各种大道法则划过夜空 挥向大手中的一点 所有人都被惊住了 这尊神明出世 堪称世间无双 谁人可与之应讽呢 绝代神王被他抓在手中 竟不能脱困 经受无尽大道法则的碾膜 危在旦夕 神王宗祖 江家的人大吼 就要催动上古吞天魔怪 打进无尽虚空中 可是七大圣主及人物一起出现了 全都冷笑连连 准备抢着半剑击刀圣兵 终于见到江太虚被镇压 他们不想发生任何意外 绝代神王不除 他们必死无疑 忽然波尔的一声 夜空中传来一声清响 那只巨大的神明猛的遗产 他的庞大手掌 被打穿出一个血洞 暗夜君王大吼着江太虚 大手越发璀璨了 那个血洞快速消失完好如初 可是 清响再次想起 神明的大手如绚烂的烟花在绽放 不断地蹦践出血洞 接二连三的血洞出现 大手无法闭合 被一道道冲销的剑芒洞穿了 各种法则秩序的力量都不能阻挡 哭的一声 最后一声清响 绝代神王破除一部燃血 洁白无尘 净力虚空中 他化成了一把绝世神剑 以己身斩破神明大手 冲了出来 暗夜君王寒生说道 斗战圣法 可惜 终究是强弩之末 你的境界发挥不出来 江家的人焦急 快 让圣炉复活 摆脱另一件大地圣兵的纠缠 将太须 为天纵神王 但可惜刚复生 与生死大敌 争锋多半会凶多吉少 他们不能不及呀 喊之不动啊 掌控横御炉的几名老人惶恐 根本无法摆脱另一件圣兵 几名老人神色焦虑 暗夜君王所图甚大 与我足圣炉 暗夜君王持古之大地圣兵而来 与横宇圣炉对抗 为其他圣主及人物打开一条通路 让他们深入地宫来杀神王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竭尽所能控制另一件大地圣兵 抵住横宇神炉 更是刻下了惊世的大地阵纹 终于在不久前 他烙印完先天文落 成就了无上神阵 与古之大地圣兵合一 要将横宇炉夺走 如果不是叶凡打出离火神炉 恐怕他已经成功了 此刻 横宇炉虽然占据绝对上风 但依然无法摆脱纠缠 叶凡心念一动 他尝试与离火神炉联系 催动他发出更大的威力 隆隆的 神火滔天 离火神炉被催动后 发出了极其恐怖的波动 九只神鸟冲了出来 此外还有一轮太阳当空旋照 叶凡大吃一惊 这是 若是平日 此炉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 阵势危能 然而 此刻却害人至极 几乎要堪比大地圣兵了 江家的人也呆住了 这是 怎么回事啊 我知道了 这是我江家无尽岁月前 失去的那件质宝 想不到他竟然出事了 大能江云 双目射出异彩 第九大寇江亦 也叹息 西年 神王老祖就是得惜了他的下落 出去寻找才消失的 叶凡心中空灵 以强大的神念控制此炉 催动他发出更为惊人的威力 其位圣主级人物全都一惊 想要阻止却根本不可能 真的是 大地的法则与阵闻吗 人们吃惊地发现 离火神炉上有九道神红与叶凡连接到了一起 在其盖子上面有九个骨子绽放赤霞 两者间无法斩断 像是成为了一个整体 七位圣主数次尝试都没有成功 每一个骨子都流转出大道的气息 玄奥无比 似于让人的心神吸引进去 九个骨子 是地文 轰的一声 离火神炉冲出一道道波纹 卷动十方 玄奥至极的阵纹自然生成 烙印在虚空中 叶凡惊讶地发觉 这一切都不是他催动出来的 他不过是起到了激化的作用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横与炉的存在 当离火神炉一靠近他 就像是被激活了一样 宛若有了生命 离火神炉像是一座先天的大地神阵 将暗夜君王刻下的先天纹落块封住了 横与炉则更为恐怖 越发的危能滔天了 要将另一件大地圣兵镇压 高天上 暗夜君王似有无尽的遗憾 可惜可叹 我错过了横与圣炉 不过 我杀死江台虚还来得及 他费尽手段 要谋夺古之大地的圣兵 却成为了一场空 如今专心攻杀神王 暗夜君王知道 他的时间不多了 横与炉一旦脱困 他只有避走一途 杀绝代神王只能在眼前 轰的一声 天空中 成为一片永恒的神光望不到尽头 见不到边际 像是从天地初始时代贯穿到现在 成为天地间的唯一 神城中 所有人都不会忘记这一日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场恶难 最起码有一半的人 磕血倒地 这种无上威压 没有办法抵挡 像是一座摸山一样压了下来 是无法承受之重 暗夜君王与绝代神王大战到了白热化 天地规则 大道秩序 不断被他们打出 将夜空化成了光的世界 江太虚 你完了 圣枯力皆无神力可用 不能催动天地大道 你如何与我争奉 暗夜君王冷笑 此时永恒的神光消失了 中州的王者羽 东荒的神王 他们的身影终于显现了出来 神王净土一片归美 满天的花雨在飘落 片片晶莹 那里只有一株神树 苍锦如囚龙 轻轻摇动 接受花雨的洗礼 绝代神王 静静盘坐在古树下 白衣无瑕 闭目不动 任惊迎花雨 沾身 他像是作画在了那里